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队半小时才能买到的葱花饼 外酥里软 丝丝分明 非常好吃 今天就把这个简单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从和面到烙饼详细步骤全部告诉你 一圈三连求过关注 首先先来和面 500克干面粉中 倒入符合酵母粉 5克 用 280克的温水调成面絮 然后添加5克食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和好的面团软软的 面皮很粗糙 放到面垫上 像搓衣服一样反复的揉搓 把这个面团的筋性揉出来 大概揉面3分钟左右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放到盆里 盖上盖子 醒发10分钟 另准备一个碗 放入适量的面粉 一勺食用盐 一勺五香粉 多放点葱花 淋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给它翻拌均匀 像这个程度就可以 醒发好的面团移到面垫上 给它揉面 排排里面的气体 然后再揉成面团 上面撒入干面粉 把它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最后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 上面放入调好的葱花 把它摊开 抹均匀 然后先将一头的面片遮到中间 另一头遮过来 遮起之后 排排里面的空气 将面片往两头伸长 拉匀 改刀像切面条一样 把它切成长条 全部切好之后 我们取出六条或者是七条 拽着两头 往两边拉长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 再把它卷起来 落在一起 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 轻轻地擀开 擀成一个圆饼 像这样一个生配就做好了 没学会的家人 跟着视频再来做一个 两边往里面卷起 卷到中间 落在一起 用手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圆饼 像这样一次全部做好 电饼档 提前预热 多抹点油 把擀好的饼 一个挨一个的放进来 盖上盖子 烙至底面上色 大概烙至三分钟左右 翻个面 漂亮 把另一面也烙至金黄 两面烙至颜色统一 金黄诱人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每天用心的为大家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以免溶到的时候方便找到 大家听下这个声音 外酥里软 层层分明 葱香浓郁 学会这个葱用饼的做法 再也不用出去派对买了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做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